上次了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開運鑑定團》 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只有見面認識 在講話中我就覺得 她就認定我事了 自然而然妳也討不掉了 就是了 他不随便喜欢人 他一旦喜欢上 他就很想得到 他就会抓的朋友说 怎么办 我好喜欢他 我好喜欢他 怎么办 你就算告诉他说 他不适合你 冷静一点 他都没有办法冷静 手蜜小分析告诉你 缘分最容易从手中溜走的人 有哪些特征 他在以前 他可能经过了一段初恋 或者以前有一段爱情 可能是生离死别 也就是说相见恨晚 你那是双七 我是说 恭喜了 完颤她的左手是这样子 这两条就是双七的意思 还好我没跟你在一起 真的 想知道你的感情 最近会被谁从中作梗吗 李老师帮你预知 我到这个挂的 目前你的感情上面 其实是没有人作梗的 而且你们的 在进行上面来讲的话 可以说是 由迅滥已经归于平淡 所以恭喜唐老师 没有人从中作梗 跟没有人意思一样吗 好 好 对 对 另外还要告诉你 秋季桃花运最好的人 是什么星座 什么样的风水 会导致家道中落呢 黄老师将为你一一解析 千万别错过了 赶快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听说这两位 他们曾经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 不寻常 不寻常 是的 那到底是多 我们不寻常的就要问这两位来宾了 好不好 他们是谁呢 欢迎星惠海的王蔡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两位 对不对 两个关系好像有点怪怪 有点暧昧对不对 暧昧 对 这个很可怕 你先说好了 好 要讲 没有 应该是我来问一下好了 因为为什么会讲到暧昧 因为我们曾经 就是有听说你们是恋人 对不对 没有 这今天 这个 而且她吓死了 你知道吗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你看她的肢体语言 有 她在做 整个右肩倾斜 对 所以我们不议照 马上撇弃关系 我们刚才讲好了 这个一定要摆中间 因为她有没有误会 对 对 OK 所以你们自己知不知道说 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们是属于快 就是很快就跟人家这个 就是直接聊下去的 很快就热练的 还是那种很慢 我很慢 你很慢 我非常慢 我不知道你快不快 她应该也慢吧 要不然我们那一段 温馨接送的情 都没有什么事发生 那 现在家珍一讲的事 是一旦谈下去的时候 是 所以我可以在这的时候 无所 你看这个 糟糕 这个沉不清了 糟糕 糟糕 比较 我自己本身其实很快 你是自己 我很快 有喜欢的话 就是 不是说喜欢 就是一旦确认了 彼此之间要交往 我就会把感情放下去 了解 嘉倩 我替你问一个问题 对 如果当初我主动 你会不会跟我在一起 今天是想来解答 就真的啦 自己想问 当我还没了解 她那么深的时候 她表达我OK啦 OK 可以试试看吧 真的 还试试看 真的 我蛮害羞 那你会不会… 如果说你… 如果她主动来追求你 你恶不OK 因为有问题 女孩子说实在 有时候我会害羞啦 不好意思说啦 可是我感觉出来 她其实如果说这个 王燦如果主动一点 我想她应该会接受 对 在那一刹那 如果她现在没有女朋友的话 好 考虑 有可能 对 我就说那好 那好吧 试试看 可是现在她有女朋友 我就觉得 就不行了 老婆 了解 而且我看肢体语言 依然透露出一种害怕 到底是害怕心怀 还是害怕女朋友 所以你看 吉他嫂 不好意思 好爽 其实我说真的 有时候人家在谈感情的时候 很多人想说 哇 你们两个速度好快 然后有些人会想说 你们两个可不可以再快一点 怎么那么慢啊 那我们今天 从我们的新作人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样 新作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很容易就聊下去 感情放得很快 来 唐老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新作的人呢 感情放得比谁都还要快 那这个呢 就要从每个人的太阳 跟水星来看了 有时候呢 感情不是用金星来决定 金星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但是水星是那种 好像自己的开关 那种提防 要不要打开的问题 所以是不是 就要看太阳水星了 那王灿的太阳水星 都是天蝎 好 那星会的太阳水星 都是在 都是在射手 射手 射手女真的是超轻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水星第三名是什么呢 第三名就是太阳水星 如果落到了夏克力的 水瓶座 很好 这次真的聊得很快 其实很多女生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可能跟一个水瓶座的男生 暗示了半天 他一点行动都没有 哪有聊到很快呢 其实那是因为 你不是他的真命天女 答案就是那么的简单 一旦水瓶座 因为水瓶座其实他自己 很清楚自己的心理 他的标准在哪里 而且真命天女 不是那么容易遇到 所以他可能在那个 循循觅觅觅的过程中 跟你好像有一点暧昧 可是如果你要跟他进一步 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那就表示他对你是有犹豫的 一旦遇到他没有犹豫的对象 他的速度是非常快 他就直接去追了 而且非到手不可 所以他会使劲浑身解除 你所受到的待遇 跟之前的那个 他对其他女生的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水瓶男会很确定地告诉你 你是我未来的另外一半 当他这样很确定地告诉你 你就知道事情已经搞定了 只是你要不要点头而已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 你等会跳开这个话题 对… 太阳水星如果落到了 我们黄老师的水星在这里 黄老师 看不出来一点 看不出来 只是认定了事就是了 真的吗 你多快跟你老婆就是说了 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我们只有见面认识 在讲话中我就觉得 他就认定我事了 是他认定 不是你认定他 对 他认定事 刚才我就认定了 真的 是他认定些 就是我们就讲话几次 认识讲话几次而已 他那讲话的语气里面 就把我当做自答的那个了 他的对象 真的吗 自然而然你也讨不掉了 就是了 你看他都没有男人 真的是很爱面子 没有 所以黄老师外面 我都认定 他说认定了 对 反正你认定我就认定了 对 其实太阳水星如果在双子的话 他有一种感觉就是 这个人搞得定自己 因为其实双子座的人 心里很明白 他很难搞 他要对一个人有兴趣不容易 那个兴趣会一直维持下去更不容易 然后对方能够了解他 或者是能包容他也不容易 所以当所有一切条件都具足的时候 他很快就觉得很难得 有一个我不会讨厌 而他有搞得定我的人 这时候双子座 他就会把自己的情感放出去 而且很快就已经认定了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双子座的男生的感情 总是扑朔迷离 对 可是真的要开始一段感情的时候 他其实很快 很快 对 他很快 可是忽然有一段时间他又一个都没有 就是他觉得没有一个搞到自己的关系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太阳水晶如果落到了王燦的天 真的是很快 真的是很快 非常快 其实天蝎座的人热情如火 外温内热 天蝎难 天蝎难有时候会让人家有一种阴柔的感觉 很温和这样子 可是事实上呢 他心里是非常渴望 他可以去爱一个人 好 与其说天蝎座希望被爱 不如说 他希望他可以爱一个人 然后他的爱可以把对方 哄得这样 让他很崇拜自己 那你这样讲完之后 那所有被天蝎座爱的女生 不就很幸福 当然 三天女生好幸福 看你有没有那种被 你有没有幽闭恐惧症 如果有的话就不适合天蝎座 真的吗 天蝎座 天蝎座 天蝎座会生智人家 云卫 后不后悔 我最怕煽动 云卫 我不是 其实天蝎座是那种 而且不追到手他不罢休 所以如果对方的态度 如果越那种抗拒或干嘛 那天蝎座就会越坚定 当然也是要有一点意思才行 你完全拒绝天蝎座 天蝎座的自尊心也是会受伤的 这有一点意思 那天蝎座就觉得 没问题 我一定会让你感动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请全力 可能还会请朋友们一起帮忙 想办法 怎么样搞定这个女生 找尽各种理由接近他 你会觉得 他真的是全副家当什么 招数通通都使出来了 真的是蛮感动人的 很认真的去追 很快就离开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女生的部分 女生 女生其实速度有的也是很快的 对 我猜新婚应该不会上榜 我也觉得我不会 他那么惊 对 对我们来看看 那到底谁会有干嘛 老师的表情已经很奇怪了 第三名 明太阳水星如果落到了 明太阳水星如果落到了 牡羊座 其实牡羊座也很快 很快 第一个他有傻胆 有傻胆 他是一个很感觉派的人 佩甄 佩甄上次来我们节目 她说他很快 对 她说他在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速度其实都还蛮快的 其实就是 牡羊座就是走 敢做敢当路线 对 合则聚不合则散 对 那可是总要有聚 我们才能决定要不要散 所以其实他是很勇敢的 去投入一段感情 对他来说这不是问题 虽然之后受伤的时候 也是很难过 可是重新投入另外一段感情的时候 他依然还是很勇敢 梁耀祺也是 梁耀祺这么勇敢 跟真一见当时 不怕流言 不怕流言的 对不对 非常的勇敢 而且这个感情放下去 他们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是很快的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 太阳水星 结果落到了佳谦的水星在这里 好 两个人配得好好 是 是吗 真的 不吓到我 蛮可怕的 所以你们两个是一时天雷沟洞地虎 一触即发 对… 就是… 你也知道吗 人生就是… 就是这样 灵心乳起起伏伏 就是嗨嗨灵心 就是不知道怎么想 你来解释一下 好… 这事我很来自己说 其实巨蟹座的人 他也… 对他来说 谈恋爱是为了不像婚姻 他不随便谈恋爱 如果说真的要谈一个 只是谈恋爱 然后还要在那边… 跟你有的没有的 跟你有的没的 那其实我现在也还不是 试婚年龄 那巨蟹座会犹豫 所以一旦巨蟹座谈恋爱 他其实已经在心里默默做好 可能会嫁人的准备 所以他就… 他就会开始撩下去 那个撩下去 就是不介意跟你住在一起 不介意很多事情共同分享 然后呢 也很愿意去见你的爸妈 也很愿意你来见他的爸妈 他做好了这一切的准备 我们会觉得说 他已经把他的身心灵都已经跟对方 开始做一种结合的步骤了 所以就会觉得 万一你谈错对象 那不是很傻吗 有点要分不开的感觉 对 所以…而且巨蟹座一旦 越陷越深 他就是不可自拔 就是他花多久的时间下去 他就要花多久的时间才上来 上来 所以旁边的朋友 不免就会替这个 已经请全力付出的巨蟹女担心了 太阳血腥巨蟹 所以他会受伤也会很重 对不对 也会比较重 所以要关心一下巨蟹座 尤其是水星的 或是太阳的这些人 对… 然后父母要把她的存折看好 对 而且因为她很大吧 对…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这个巨蟹座的速度 这款女生是谁 太阳水星 如果落到了 我到 天蝎 天蝎女 天蝎女也会很快 很快 开什么玩笑 不过天蝎女的性格 跟天蝎男不太一样 天蝎男很温和 天蝎女很激烈 而且天蝎女的性格像男生 对 她有一点点是被想得到的 那个情感冲昏头了 她会有一种 她不随便喜欢人 可是她一旦喜欢上 她就很想得到 很想得到 所以如果说你有天蝎座女生的朋友 一旦她陷入恋爱的时候 她就会有一种热锅上的蚂蚁的感觉 她就会抓着朋友说 怎么办 我好喜欢她 我好喜欢她 怎么办 你就算告诉她说 她不适合你 冷静一点 她都没有办法冷静 对 其实当下是真的很难去想说 真的不适合 因为她连事都没事过 她只想到当下我很喜欢她 对 然后她满脑子幻想她 就是轰轰烈烈的爱情 就算要轰轰烈烈的结束 也没有关系 她无所谓 对 就会飞而扑火 不顾一切 先做再说 先去追 先去表白 先去接近 然后再来思考要不要合 合不合适 所以旁边的人 就会觉得天蝎座的女生 真的很傻 而且很大胆 就是那个胆子真大 你都搞不清楚 对方身家背景 你就已经开始撩下去了 而且越得不到 她撩得越快 所以这是天蝎座的女生 太过热情所致 所以太阳水星落到这六个星座的 男生 女生 你们都是属于感情放得很快的 旁边的人要稍微思考一下 拉她们一下 对不对 那王灿你女朋友是什么星座 她是双鱼座 双鱼座 对 她跟双鱼座两个人 谈恋爱的状况会不会还蛮好 我觉得应该还不错 真的 因为双鱼座知道怎么收放 对 我就觉得她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而且双鱼座是那种 控制你于无形当中 我想王灿应该是 很享受的那种被控制 就是自己被控制 自己还不太清楚 就去默默地跟着人家走 其实她是逃不过她的手掌心 对 她还以为对方逃不过她的手掌心 难怪我觉得她什么事情 我说什么 做什么 她都觉得很好 真的 就因为这样我就听她的 对 那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你们曾经想过 你们被人家甩比较多 还是你甩人家比较多 我是被甩比较多 真的吗 你呢 甩人 我好像很难平均 平均 你到底抬了几张就赖 对 就是各有平均 就是有被甩 然后也有甩人的经验 其实都OK 就正常 只是你被甩的次数会比较多 那你有没有曾经想说 哪一段恋情 你现在回想起来 觉得说很后悔 当初怎么没有好好给她把握 没有 都是 我都是后悔而已 没有说后悔没有好好把握 我都觉得后悔 为什么要在一起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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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都是被 都是对方劈腿 他就是后悔说 为什么会跟这个人在一起 可是你知道感情中的事情 有些人他们常常都回想 他们自己的过去 觉得说 很悔恨 当初应该好好把握 好好把握这段缘分 这段恋情 不然我现在怎么会这么惨 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后悔 所以今天问一下我们的黄老师 从手面相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样手面相的特征呢 他容易有这个幸福从手边溜走了 来 其实手边溜走也有很多种状况 我们先从第一种讲 就是所谓的相见恨晚 时间点不对 就是你遇到的时间不对 人生还爱的嘛 好 我们先看第一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呢 请各位看一下你的指甲 你的指甲上面如果有白点的 这个白点通常会消失掉 长出来之后又再没有 年轻人跟老年人比较会有 那么如果说照医学的说法 它这个好像是说缺带的关系 还在成长 那现实中我去看到的话 是年轻人差不多一二十岁的 或者老年人五六十岁以上 才会出现 那我们现在用人像学的说法 这个它是 一个是相见恨晚 一个是相见恨早 老师 先说一下年轻人 假定是高中生 国中生 他出现这个白点的话 他是相见恨早 为什么恨早呢 他太年轻 他喜欢隔壁班的学长 或者邻居的学姐之类的 那人家他把你看成小孩子嘛 你年纪还不够大 对 或者说对方根本还没有 要恋爱的准备 所以你这个是遇到 是相见恨早 那相对的如果是老年人 老年人也会出现白点 那么老年人出现白点的话 那时候实在是太晚了 对 他那时候遇到一个喜欢的老太婆 老太公遇到老太婆 都已经儿女成群了嘛 对 那遇到你喜欢也没有用 这就相见恨晚 这个一般来讲 二三十岁 三十十岁 比较少出现 对 如果有出现 那表示会有这个迹象 会容易发生这种事情 对 那另外一点来 我刚刚再强调就是缺少钙质 缺少钙质 在医学上面来讲 是缺少钙质 好 各位朋友 要看清楚 那看去折折看 可是如果是 折折看 可以再摔一下 如果说是有骨折的现象 那表示你是缺钙 如果说呢 摔了之后 发现没断 就表示是相见恨晚 好 是这个意思 你再慢一遍 不然 骨科生衣服也不错 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结局 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的感情线呢 往下弯 甚至弯进去到生命线 切下去了 这个通常是年纪大的 遇到年纪小的 例如说 不管是男生 女生吗 当然男生的机会比较多 例如说男生已经三四十岁 遇到一个高中生 十七八岁的 对 他喜欢上了 那没有办法 他只能喜欢啊 因为那女孩子不认定他嘛 男孩子甚至呢 追他 帮助他 送礼 但是对方 他没有把你认定 这时候他已经想 如果说我能够年轻二十岁 再来认识多好 大家彼此都在二十几岁 十几岁的话多好 但是问题 你已经四十岁了 所以呢 这一位男生 他可能 他的这个感情线 就是往下的 他甚至去帮助这个女孩子 帮助了最后 那女孩子拜拜 再见 他一定喜欢另外 他自己年轻的男孩子嘛 真的 不会喜欢你已经四十岁 都已经上了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 是结婚线像这样子 两条 一条在这边 一条往下 以这种结婚线来看 他的正确的结婚线 应该是这一条 就是持婚 在上面是持婚的 但是在前面的时候呢 他在以前 他可能经过了一段初恋 或者以前的一段爱情呢 可能是身离死别 也就是说相见恨晚 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 要等到年纪再大一点 才是他正确的 正式的婚线 对 这也算是相见恨晚的一种 你那是双妻啊 是说 恭喜啦 完颤他的左手呢 是这样子 那这两条就是双妻的意思 就同时有两个姓伴侣 两个同时可以在一起的意思 还好 我没跟你在一起 真的 好险 这上面这一个 上面的这个短的呢 上面的这个短的是婚后 还有一次火花 不是婚前 是婚后还有一次火花 OK 那就是你自己不会就不会 那你会 我们就 也没办法 把你的花来修得算 OK 第二种 第二种就是他不够积极 比较消极让人家推动的 对 看到喜欢的他就比较懒懒的 对 没有主动的 像那个心慧这种 轻的也算是吗 也算是啦 没有主动的去 都是被动的 结果还是让机会溜走 那这种状况呢 首先第一个呢 是眉毛太短的 先讲一下 我们有一句话叫 洗上眉梢 对 什么叫洗上眉梢 眉梢是哪个地方呢 就是眉毛尾巴的这个位置 叫做眉梢 那要洗上眉梢呢 一定这个眉毛要长到这边来 才可以得到这个眉梢嘛 才能洗上眉梢 如果你的眉毛太短 一方面你个性比较急 一方面你做事情 只能五分钟热度 没有办法一直坚持下去 那么再下去 就是他机会没有办法把握 所以呢如果眉毛太短的话 他就很难洗上眉梢 第二种呢 第二种呢 就是牙齿有缝 这个缝不必到那么难看 基本上牙齿跟牙齿之间 没有密合的 表示它的气没有办法聚 气没有聚在一起 表示做事情就是没有专心专意 整个集中力量去 不够 那力量不够嘛 有点缝的就会有点消极了 做事情 有时候就推一动慢一步的这样子 对啊 就是人家家做他才做 也不够主动了 结果机会就失去了 所以对方他等着你来 你没有很主动 机会就没有了 好 那在我们的手上 手纹有一条线 比较适合这一个的 就是它的命运线呢 是这样子斜斜的上去 弯曲的上去 但是又是点点滴滴 我们命运线比较好的 是从下面上去会比较好 上面下去 表示做事情很投入 很努力 那如果说旁边斜斜上去的话 表示做事情的时候呢 考虑太多 再想再想 等于想好没有了 对 或者想好的时候人家已经 嫁给别人了 对 这是第二种 我们还有第三种状况 第三种状况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小人多 就是它的婚缘呢 应该要结了 结果有小人 那我们先讲看一下 这里面我列了几项里面 其中有一项 刚好复合他们两个人 真的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是哪一种 先从第一种 第一种就是 睫毛倒叉到眼球里面进去的 就是因为 可是这个比较容易 发生在单眼皮 对不对 都有可能 就是 因为这个不是永久的 只是当时 就是说你平常没有事 但是当眼睫毛倒叉进去的那一段时间 请你小心 诸事不顺 并不是指爱情方面 可能工作上 钱财方面 那时候就容易漏财 工作容易被老板骂 那么爱情上 可能就有小人在背后 说你的坏话 好 再看看第二项 欣慧跟王燦都有的 感情线的下面 有这样往下的支线 支纹 他们两个人都有 好多 那么呢 真的耶 还蛮多的耶 加签呢 我没有 加签没有 我没有 对 那么直接在人像学来讲 这就是一种失败 或者是被甩 多算 但是呢 你进一步地探讨 他为什么会被甩 当然被甩原因很多 比如说刚刚讲劈腿 劈腿就是小人嘛 第三者出现 第三者就是小人 或者直接就是人家在 在给你做梗啊 什么等等之类多事 那么如果说 从你们两个人手上看 你们应该就 其实刚才你们提过了 曾经有失败的经验 就是在这边 那失败经验是怎么来的 可能就刚提过嘛 第三者的出现 对 或者小人的出现 或者别人的反对 等等之类多事 家人的反对也有可能 也是算是其中一种 也算是一种嘛 对 从这边来的 OK 好 第三种就是结婚线 结婚线各种状况 其中这种是中段的结婚线 就是在这边的中段 没有连起来的 对 那么这个中段 我们来讲的话就是 可能是他心中 担心有什么来破坏 那这个就比较像是家人的破坏 这个还比较不像是 这个比较是家人破坏 就是说双方父母不同意 或者他因为自己有家类 我还要照顾我的爸爸妈妈 照顾什么人的时候 让他们的感情 没有办法继续发展下去 很可能就是像这样的状况 就是这个地方中断了 了解 不管哪一种 这都是属于会遇到这个小人 或者说背后有人 去讲你们的事情 对 口舌是非这些多算 所以你看这个缘分 最容易从手中溜走 有很多的原因 对不对 其中有一条 其实那个积极度不高的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这个感情 你真的要采取主动 不要这么惊 像这个我们星会 你也很在意感情很好吗 蛤 你在不在意说你的感情要真的非常好 我非常在意 所以你就要不要那么惊 好不好 好 这样才有机会嘛 对不对 可是今天没关系 我们今天要让所有的朋友知道 说这个星座 今天从星座来看一下 秋天要到了 秋季的桃花运最旺的到底是哪几个星座呢 赶快问一下我们的唐老师 来告诉大家了 Bye 秋天不是只有台风 也不是只有秋老虎 有所以也有桃花运 是啊 桃花运 每个人都要看一下自己的太阳星座 我们高老师不在 是吗 我们高老师好需要 对 他真的很需要 他一定很开心 对 狮子座会因为他更稳重的表现 或者是那种更优雅的谈吐 而引得别人对他的注意 而且狮子座的外形好像也特别的 看起来清秀亮丽很多 我们的高老师的确一步一步的朝向这个方向进行了 所以狮子座桃花运呢 下半年指日可待 狮子座好多艺人 像阿妹也是狮子座 郑胜文她们都是狮子座 很多都是狮子座 桃花运厉害了 就要来了 搞不好又有一波的绯闻出现了 在秋天的时候这些 是的 OK 好 既然我这么准的话 那我们就来看第二名跟第一名 第二名是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了我们李老师的水面 恭喜李老师 谢谢 好吃 这个对李老师是很有帮助 是 因为其实桃花运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缘 对 人气很旺的意思 所以你把 不管是把这个人气用在感情上或用在事业上 会用在吸引别人更喜欢你这件事情上 那你都可以游刃有余 真的 那如果说有老公的这种的 会不会这个老公会比较担心一点 那就是把它用在工作上 比如说到处去演讲都很受欢迎 那别人可能会觉得你更有吸引力 然后水瓶座的人好像最近的运势真的很旺 只有你挑选人家的分 没有人家来挑选你的分 这个太好了 这个真的是 这个很好 对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名 第一名 那样上升 可惜我们两位特别来宾没有 但是我们高老师 你最近要准 希望要准 我真的喜欢 一箱很准的 老师要分给我们两碗工 不要全部自己独享 我是个喜欢女孩子 你要吗 我分你 不是我可以了 喜欢女孩子就不要了好不好 你有老婆的不要这样子搞 好 巨蟹座的人 由于下半年 从十月底开始 沐昕要进入她的恋爱工了 所以当然会带来很多恋爱的机会 真的 也带来很多你的表现机会 所以很多巨蟹座 即使她低调再低调 可是她的才华和光芒 是掩不住的 就是有很多的场合 让她表现出她 比较吸引人的那一面 所以呢 巨蟹座虽然是怪咖 虽然很低调 可是没有办法 到了下半年的秋季以后呢 我们的人气可是很旺的 可以开始有人倒追你 所以恭喜你啦 那太阳上升路外 这三个星座的人 秋季以后应该就不寂寞了 真的 要恭喜这些 如果说真的没有办的朋友 因为桃花运就会非常好 圆圆不绝地来 那我们都知道说 每个人都希望可以谈一个 非常好的这个猎情嘛 那如果说有人在 从中作梗的时候呢 哎呀 会生气会 会很难过 对不对 今天我们请我们的这个 李老师从我们的文王挂里面 来告诉所有的朋友 你的感情方面呢 会不会有人从中作梗啦 来 好 这个感情作梗 就是表示有人在背后 搞破坏咯 那今天的文王挂 可以告诉你是哪个人 搞破坏把它给揪出来 我们这里呢 一共有四张牌 就请观众朋友呢 选一张 那两位特别来宾呢 你们也各选一张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来解你的牌 好 王挂 来 你要选几号牌 二号 二号 好 就这样选啊 对 很简单 你来回应过来 还是你要选五号其实也可以啦 好 你要选几号 可以选一样的吗 可以啊… 可以 三号 三号 OK 唐老师你 好 我要四号 好 四号 那我当然一号了 你一号是不是 嗯 你就要跟人家重复了 我…我无所谓 我二号好了 四号是唐老师嘛 因为唐老师在选这个 温王挂以来好像还不曾谱过 很好的挂 我们来看看今天唐老师的运势 真的 这个暗示很好 对 这个暗示很好 而且搞不好李老师会做一拍子之后 我觉得很少很好的 我觉得如果我会转韵的话 现在冬天外面应该会出大太阳 不然就下红雨 好热 好 我们看看唐老师的运势怎么样 这个挂叫做雷锋横 嗯 嗯 在谱感情挂来讲 雷锋横是超棒的 嗯 对 这个雷 以八卦来讲是正挂 正为雷 好 那以感情来讲 夫妻来讲叫做老公 那这个风呢 其实是迅挂 迅为风 那如果夫妻来讲的话 我们也可以说她是老婆 那你看这个挂 是雷在上面 风在下面 风在下面 对 就是男尊女卑 这蛮吻合我们中国的 这种传统的夫妻之道 对 那现在要讲的话 倒是说 不是说什么夫妻之道 而是说这个风跟雷的关系 这个风是因为有雷 动了 产生了风 那雷呢 是因为风把这个雷的声音呢 推得很远很远 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就是 一派一合 对 合作无间 再来我们来讲恒这个字 恒就是永恒 长久不变的 那个圣经不是有一句话叫做 爱是恒久忍耐 对 所以普到这个挂的 目前你的感情上面 其实是没有人作梗的 而且呢 你们的在进行上面来讲的话 可以说是由迅滥已经归于平淡 但是这种平淡是长长久久 是好的嘛 长长久久的 却是可以历久弥新的 所以恭喜唐老师 唐老师 看如果观众请到了也恭喜你 恭喜 没有人从中做梗跟没有人 意思是一样吗 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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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说 对他来讲 是好事 好事 好事好事 好 谢谢李老师 这样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就接着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 是 新会选的 新会 好 来看 选的是什么 这个挂叫做 天 地 体 那以大自然现象来讲的话 天在上 地在下 也是蛮正常的嘛 是啊 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挂 不是讲天在上 地在下 我们是在讲 天跟地的两股气 气体 天气跟地气 天气就是云的意思 它是属羊的 阳气其实是很轻 所以它会往上飘 那么地气呢 它是比较浊的 所以呢 是属于阴气 所以阴气是会往下降 所以你去看 一个往上 一个往下 两个气呢 不相交流 背道而驰 所以没有办法 就是凝结在一起 再来我们来讲说 这个痞 痞 痞其实就是隔绝的意思 好 再者 这个天前挂代表是爸爸 地呢 昆挂代表的是妈妈 好啦 那最近这个感情 是谁在从中作梗 告诉你 可能就是来自于父母 或是长辈 他对你这个感情 会有一些意见 他们可能认为你们这个的相处 未来他们会有一些担忧在 尤其再告诉你 如果长辈的名字当中 比如说有田 有土 有石 或是有玉 再不然就是有日 长辈的名字当中 有这几个字的话 那他们是反对的最凶的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好 第一个是黄老师的 好 水三简 那我们来看他的一个挂项 水其实就是砍挂 砍为水 可是砍呢 又代表的是危险 这个山呢 是更挂 更呢 又代表停止的意思 那你去想啊 我经营这段感情 前面呢 这个山路崎岖难行 山路的后面呢 还有一道水横渡在里头 所以 这个感情 也就是说 这样的穷山恶水 来破坏我的感情 来做梗 那我要怎么往前走 对 所以谁在做梗呢 那各位去 各位一个方向去想 你办公室的男同事 尤其是女孩子 除了你办公室的男同事之外 你还要注意就是 你之前的 所交往过的前男友 他们在背后给你做梗 给你搞破坏 这一种最可怕 好 那我们怎么来抓这个人 比如说 他的名字当中有水 水 有山 有土 或是有子儿子的子 有石头的石 有这些不熟的人 特别要小心 这些都可以列为 嫌疑犯 好啦 我们来看第二张牌 第二张牌 选的人比较多 就是嘉谦跟王燦 这个叫做折天 这个字面怪 怪 奇怪的怪字的发音 我们来看 沼折在上面 天在下面 其实沼折 池塘不可能在上面 天也不可能在下面 那我们这里讲的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沼折的水 水气上天了 那水气上天的时候 经过运作 它就会变成雨下下来 可是在下大雨的时候 一定会乌云密布 所以这个叫做乌云在做梗 好 那再来是这个怪字 怪它其实是有违背的意思 背道而词的意思 对 如果我们加上三点水的话 这个字加三点水 又是解决的绝 就是告诉你 这件事情你要解决 好 那我最近 我的感情 会被谁在做梗 其实 在背后唱衰你感情的人 是你们共同认识的女性 你们女性的朋友 尤其有几个名字 你要特别去抓的 名字上面有圆 就是圆旦的圆 有木的 有白的 有金的 有玉的 可是绝对不是我 我是你的同事 我不是你的朋友 不是朋友 我说不是朋友 因为有玉 有玉在你头吗 你实际五一三百两 我现在要点心 我刚刚有讲说是你的朋友 我是你的同事 还有君做拜当朋友 等一下 君子的君 那个佳芊 我也只是同事 我说不是朋友 他有水 糖跟油水 唐力琴可能是 唐力琴 没有 我尊重 唐力琴是你的朋友 我尊重 承认 我是你的敌人 OK 好 这四个瓜 就是别人 仓摔你的 就是不看好的一个原因 对 来破坏的一个原因 那你从这个副手当中 去了解一下 其实是可以办法的 那观众朋友 你们就参考参考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赶快来问一下 我们今天的黄老师 这个从我们的风水 BIY就可以知道是 什么样的风水 会导致家道中弱了 大家注意一下 来 我想一般人都知道 我们的住宅 住宅的气如果很旺的话 我们家运就会越来越好 那如果住宅的气 越来越衰 那家运就是家道中弱 就有这些现象 当然各种还有 我把最重要的几项 把它列出来 第一项是屋大人少 就是家里太大 里面就住了两个人 一个人的话 这个家里是 人气不足嘛 家里的气越来越衰 那么家道就越来越不好 就是房子那个坪数 大概在一两百坪 可是你就住一个人 不是少少两个人 对 这样 第二种呢 这个我因为常常去看家 去外面看家养仔 遇过像这样的事情 就是神未见天日 神一定要看到窗户 最好是正面看到 但是因为在台北 或者都市里面 有时候正面看不到 至少侧面也要看得到 因为我们乡在拜拜的时候 这个气才会引到天上去 那有些人神未就摆在一个 密闭的房间里面 或者根本是面壁 那么神都看不到天了 你想如果我是神 我一定很不高兴 我怎么会保佑你们 你要神来保佑你 你一定要给他 一个很舒服的环境 可以看到外面 当然第三项也是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请你要注意一点 第三项也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请你要注意一点点 你家里的庭院 如果有庭院的话 尽量不要枯死的树 那如果家里面有些人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 那也算是 先讲一下 如果说 因为有的树是四季常青的 但是有些树到了冬天它会枯掉 那种还没有关系 我们最怕是枯死掉 这个树根本就不能活了 在你的庭院里面 或者你家里的盆栽里面 一个树已经死掉了 那要拿走 因为表示你家这个气 不适合植物生长 你植物都不能生长 你每天在里面 表示也不适合你 再下面也是很类似的一个 就是屋顶不要杂草 这个我从小就听过长辈跟我们提到 屋顶 像说我们的屋子一定是砖块 水泥或者是钢筋水泥 对 怎么可能杂草会长出来呢 一定是表示你那个水泥 已经是像泥土了 腐质腐化了 表示这房子随时都会塌下来 你看水泥都能够 草能够长了 对 那一方面又表示你无心去管你的家里 我们居住 你应该随时注意到 你家里的墙壁怎么杂草都会长出来 又不是你故意养的盆栽 而是杂草从墙壁里面 从屋顶里面长出来的话 这是倒霉的事情 赶快要拿掉 你这个房子一方面不适合居住 一方面随时会倒塌 一方面表示你根本不想到家里的事 可是可以修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 如果有的话 重新要再重新弄 可能里面的柱子已经烂掉了 或者是里面怎么样 才会杂草跑出来 有的甚至更严重的 杂树 一棵树从家里面长出来的 墙壁里面长出来 那是小榕树 小小的树 小小的树 那就表示你那墙壁非常危险 真的 那个很恐怖 那当然是加到中弱 好 最后一项也是要注意的 就是门大灭小 我们你家里的门 不管是外面围墙门 还是里面的门 一定跟你的家里应该 一个很适当的配合 相对称 不要说那个围墙门 哇 好大 富丽堂皇 一开起来 一个小茅厕在里面 不搭配不对 我们注意看下 以台北为例 信义区的那种豪宅 跟一般公寓的住宅 它的门一定不会一样 公寓的门可能是普通的门 那大豪宅 上亿的豪宅 它门一定做得很像样的 就是彼此要搭配 适合它的尺寸 这样才可以 否则的话 一进去门好大 一进去里面 怎么这么烂 破烂烂的一间房子 那就表示你家里是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不好 OK 好 所以这个会导致 加到中落的一些风水 这个所有的朋友要非常注意一下 家里有一些草 就赶快弄一弄 对不对 有一些这个 刚刚这个黄老师讲 这个屋顶的杂草 那个是非常危险的 你们看要搬家 或是要赶快处理一下 那有些是那个枯树 那个也要处理一下 这个家里面的感觉 保持干干净净 其实家里就很好了 好不好 那今天呢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新惠 还有的王蔡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 也谢谢观众的收看 谢谢 自以为帅 我一点都不 你觉得你帅不帅 我真的觉得我是一八三里面 长得最诚的 真的吗 真的 可是你给那个感觉 很有自信 你怎么会丑 我觉得最丑的应该是 请说 请说 麻烦你说出来 一八三里面来月 麻烦你说出来 我一定帮你转答 不行啦 我不能讲啦 好 讲第一个 讲他姓什么就好 他姓什么 大家都知道 几个字 三个字 好有啊 不会啊 我觉得很不赖啊 只有名道是两个字的 其他就是三个字 好啦 我讲啦 不要 不行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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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